6月29日 星期六 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给朋友们来一段小道家餐 先说说大盘啊 大盘上周本来走的是很糟糕 但是正是由于上周最后一天 星期五嘛 大盘出现一个绝地反击 那一下子把人们的心情又调动起来了 原本都已经感觉到很绝望的 结果呢又被唤起了那种炒股的欲望 很多人呢都想退市啊 干脆就是退出股票市场 也消互之德了 结果呢被昨天给撩搏起来 但是不巧的是大盘出现了虎头蛇尾 谁呀 这个家伙 券商 券商冲高回落 把大盘给带崩了 不光是券商 就连科创版和创业版 这些家伙走的也都是冲高回落 这就叫虎头蛇尾 看看这个家伙 这不也是吗 这是创业版 刚才是车创版 创业版 包括深城纸走的都不咋地 走的稍好一点的呢 就是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都之所以走的好 主要是上证五零的功劳 你看 上证五零慢慢的推升 那么好多东西都是这样 就是出现冰火两中天 我们散户买的东西呢 它不让你涨 而散户手里头有的东西呢 它使劲的跌 好吧 我们下周该怎么办呢 由于时间关系 下周我们明天中午有一个策略会 但是咱们说策略会之前呢 先把本次节目给搞利索了 因为咱们要带给大家几个板块 假如有一句话啊 市场上不传吗 叫五零六绝七翻真 现在五月份六月份都已经跌够勾呛了 七月份是不是开始涨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能不能在这种大盘带动之下 你看 以上证指数为例 上证指数这不已经出现了急跌 缓跌 又加速赶底 这是止跌了 而且 昨天的时候上证指数已经成功的收复了五日线 我在昨天给大家做早播报的时候 还有中午做短视频的时候 还有在直播的时候 不分别的说吗 说假如上证指数要能收到两千九百六十点上方 这是收到五日线上方 我们会果断加仓百分之十 现在呢 昨天尾盘的时候已经加进去了 现在的总仓位是百分之二十 那位说帮主啊 你百分之二十 你怕不怕这块涨起来踏空啊 怕呀 那也没招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位置呢 只能说走一步看一步 你不能说这里完全跌透了吧 如果你要是认为这个位置百分之百能上涨 并且涨的会很高 那没毛病 在下面就满仓了 我想法是什么 就在这个位置 大盘现在分化特别严重 刚刚说过 券商跳水 尤其是双创 你看双创都创出新低了 这种情况 你怎么就断定这个位置大盘就止跌了呢 因为只是上证指数在这块收出一个收到五日线上方吗 是啊 可以这么理解 因此现在就大盘叫冰火两重天的时候 仓位不宜过重 我对未来的上涨有期望 但是上涨的时候我们都懂 它哪怕跌下来之后拐头 墙扭转之后稍稍再一涨 我们让过这一段确定性是不是更好 假如周一的时候不跌了 上涨 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买不香吗 接下来的上涨 那不就是有确定性吗 起码在15分钟级别应当有一个结构 那个时候看的更缺一点 所以现在我们才20%仓位 那么接下来说 如果真的下周要是上涨的话 出现了7月开门红 那么我们是不是得有买的股票啊 怎么买呢 股票的个股咱就不能说了 说几个板块 首先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化工化仙这些方面 首先我们看日用化工880355 880355 那位说化工还真是挺低了 而且化工呢也有一个上涨 并且呢离20线很近 如果把化工放大了一点 看得更加清晰 它是长期以来下跌 而且这儿呢 有过一次微型反转 证明什么 这有强劲的主力资金互盘 或者是说这里面有机构已经在深耕 要不然不能进去这么多量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比主力的成本还要低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一旦要是能收复20线 是不是就可以了 记住第一个板块 880355 咱们的日用化工 从长期来看 这不是长期低位吗 如果在更长期来看呢 更长期来看 机构有深耕啊 像这种东西已经不多见了 那第二个板块是化仙 880330 880330 它跟化工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有机构深耕 这不就是有机构深耕吗 而且这个位置呢 量进去的也不少 回调的呢 也很充分 并且它现在差一点就回到20线上方 你看这里有过反弹 而且下面还有一个双胞胎数字 难道这个位置真的要绝地反击吗 那么我们看看大趋势 这是化仙啊 化仙是长期的底部 而且如果再往前来看呢 之前曾经炒作过 或者是这儿呢 也曾经炒作过 就证明机构深耕 那么机构深耕 它现在经过长期洗盘 是不是急跌缓跌止跌期位 那好 那大盘一旦就是有一点小上涨 尤其是咱们这个要是反到20线上方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做啦 好 这是一个方面的 就是化工方面 日用化工 还有这个化仙 另一个方面呢 就是科技类的 那边说 哎 这句话你说的我愿意听 因为我们手里面大多数都是科技股啊 为什么买科技股这么多呀 你看看外盘 美股那边 美股像这个英伟达 直接干破了三万亿市值 突破了 上去了 苹果三万亿市值 微软 还有这个亚马逊 这都是两万多亿 光这几家市值就突破了十万亿美元 说的是什么 就是科技股仍然有人愿意往里头扎堆干 当资金能往里扎堆干 资本市场上怕的是什么 怕的就是这些个有真正资金往里头怼的时候 也就是当机构啊资金啊往里推的时候 猪都能上天 那么我们看看国内这块是怎么样 就是资本市场上现在已经眷顾了科技 那么首先带来的是这个互联网 那位说互联网还真够低 你看互联网代码880494 好 现在它已经够低了 尤其这个下方的时候 还出现了这样一个阳线 这根阳线 这叫光头光脚阳 这根阳线的力度很好 尤其还在五日线上方 你别看这两天 大盘都冲心低了 但是它怎么样 它已经稳住了 一旦这个位置跳到二十线上方 是不是这就来了 如果从大方向来看是什么呀 互联网调整的到位了 如果再往更大的一个方向 它也曾经受过资金关注 如果再从更长远一点的呢 它是真正的一个大牛之前的品种 人家呢是主力多次在这里面承揽 那么科技也好 还是说的就是这些大品种也罢 那么互联网现在呢 又在风口浪尖上 现在都是啥 什么东西 只要跟数据有关系 跟网络一贴边都好了 那么今天带来的这个科技里的 第一个板块 就是互联网 一旦它回到二十线上方 那不就能干了吗 那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那位说这科技板块还有啥呀 科技板块很多 你比方说这个软件服务 来大家看880493 软件服务 是不是这个位置也有一个大阳线 这种大阳线 如果量再放大一点 这就叫标志性大阳 如果通过六十分钟线 看的是不是挺好的 当当当就上来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通过日线来看啊 这种东西已经反复在 二十线这儿得到一个确认 如果本次仍然在五十线 如果能攻到二十线上方 就在二十线破冰的时候 那么这个互联网 咱软件这一类都可以 这就是软件服务 如果从长期大趋势来看呢 这是不是有一个见底的信号 双底呀 这都抠了个坑 那这个位置扎了这么多资金进去 为啥呀 人家是给咱们买单还是接盘呢 都不是 人家都是主力抄底资金 所以位置够低 机构深耕 大方向来看 仍然处在一个就是价值低估位置 位置决定性质 所以这个位置呢 我们还要关注着他 再有一个 那位说你带来的还真不少 这个是啥 传媒娱乐 传媒娱乐跟这些东西有相关 什么数据呀 网络呀 互联网等等 但它更有好处 就是我们国家现在传媒娱乐呀 游戏这一类的 手游这一类的 尤其是咱们现在啊 工信部批准的这些个 每一个月都批了好多个手游 什么短剧呀 现在人们都干嘛呀 不都在玩手机吗 因此这个传媒娱乐 很是厉害 你看他经过反复炒作 为什么这样的出现的过山车 为什么这样啊 你看到没 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他做到的都是一点 就是怎么样的过山车 人家都是主力在里面 长期深耕 如果再缩小一点 你看看是不是 进退有据呀 兄弟们 这种东西非常不错 那么他现在位置呢 也已经够低 而且经过长期洗盘 并且主力在里面深耕 那么到这儿 现在呢 又架缩回来了 之前出现了一根光头光脚的阳线 如果这个位置 还在五日线上方 往上一攻 回到二十日线 是不是我们又可以干了 好 最后梳理一下 古邦给大家带来 就是两个方向 化工类的呢 你像化线呢 日用化工 科技类的呢 像互联网 软件 还有这个传媒娱乐 这些东西都值得我们关注 那我是古邦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下周大盘怎么走 我怎么应对呢 明天中午策略会上 跟朋友们讲 朋友们 我们明天中午策略会 见